大家好 我是一球 善理是25-40-50 整点还出过限量促销 晚一点不知道会不会出100k 今天就是一个大对决 提升的方式和以往还不太一样 这次是要看哪个队能晋级到下一轮 哪个球队所属的球员就会涨两点 晋级失败就不涨点吧 选了黄马的费尔南德兹和曼城的金琴科 下周周中的一场比赛 赔率上看这场比赛曼城赢的面还大一点 而且曼城即便不赢的话 平了的话也是可以出现的嘛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金琴科这张卡升值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两张卡吧 两张卡献祭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成本在9万多 都是89的卡 金琴科是双三星 主意角左脚 高中的心态 身体模型是偏瘦 它有一个flare的特技 速度控球防守什么的都还好 它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强壮太低 再加上模型偏瘦吧 我知道好多玩家后防线不喜欢用这个模型太小的球员 防守上吃亏 而且它有没有花式溺足 评测也说这张卡就一般般 费尔南德兹这张卡呢是两花四逆 180的身高 中高的心态 身体模型是平均 它没有什么特技啊 速度87 控球只有80 防守90 强壮和侵略耐力也都不错 90左右 评测说这张卡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可能唯一缺点就是矮一点 但是它平均的身体模型 让它这个带球转身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感觉更灵活一些 感觉这两张卡除非需要连线 不然的话也没必要非得做 好了就是以上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节目再见 拜拜